中文字幕——YK 他引领中国美食走向海外 外国元首赞不绝口 这位80多岁的老人叫王毅君 每个月他都要来丰泽园饭庄 不为品尝美食 不为宴请宾棚 而是为了鞭策徒弟们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烹饪大师 人称海参王的王毅君 这个海参 今儿应该跳这阳台晚会点 以后再表演这个 一跳 大把字 这个海参的发的硬软度 烧的入味 特别这个汁 这样切开拍松 烧着海参这个汁 这个汁不是挂淀粉 它是收铐 收农 那么一样的 中国有句老话 民以食为天 在这个历史悠久 人口众多的国度 形成了风味独特的不同菜系 除了以麻辣鲜香为特色的川菜 卤菜是覆盖面最广的地方风味菜系 影响着中国北方地区的饮食习惯 卤菜讲究色香味形四美俱全 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 也体现出中国人的中庸之道 葱烧海参当属卤菜中的佼佼者 软滑肥糯 汤汁鲜香 对汤汁和火候的要求极高 代表了已经著称 以亚文明的卤菜格调 葱烧海参一直都是风则园的名菜 梅兰芳 齐白石 侯宝林等知名人士 都曾对此赞不绝口 1983年 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上 王毅军凭借这道葱烧海参一鸣惊人 成为当年的热菜冷拼双料冠军 被正式授予国家名厨称号 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所以在那个时期 风则园的海参买的 打破历史 就像葱烧海参 再把这个汁儿一倒 还没吃呢 辣椒香 客人在坐着都要吃这个东西 听了什么 海参亡了 就是一个葱烧海参 这一个菜单一的 就流水是一千多万万 而且可以说 几乎到风则园来吃饭的人 不过说都要点这个葱烧海参 葱烧海参是中国名菜中 响当当的一角 不是每个厨师都能做好 更不是每个厨师都有机会上手 王毅君从14岁进入风则园当学徒 后厨蹭勺四年 切菜配菜又四年 任劳任怨 勤奋肯干 口碑颇佳 但此时的王毅君还没有资格掌勺 1955年 苦学八年的王毅君 被选中参加十大元帅寿勋宴会的烹饪工作 在制作炸烹大虾这道菜时 发生了一场意外 火辣辣的热油浇在腿上 王毅君感到钻心疼痛 但咬着牙坚持到宴会结束 这次意外 让师傅们看到了他的用心和坚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此之后 王毅君被新中国首批特级厨师 烹饪大师王世珍收为徒弟 他教给王毅君的第一道菜 正是这道中华名菜 葱烧海参 都反映我们这个葱油 绝 香 融 不是给这什么 有的时候还给大料的 香料 我们这不是 所以说做好一件的 一个菜 师傅们这老前辈 下心了功夫了 经过数十年苦练 王毅君又将蒜 姜等新鲜原料加入到海参汁的调制当中 经过反复实验和创新调整 将葱烧海参炼成绝技 国家名厨的美誉 让王毅君迅速传名四海五洲 并先后应邀到意大利格兰德大酒店 美国新泽西州中国饭店 新加坡京都大酒店现役 为了让中国饮食适合外国人的口味 并在世界广泛传播 王毅君又开始刻苦研究新菜品 他带我们出国弘扬和传播了中国传统的这种饮食文化 而且把咱们中餐把菜也做得淋漓尽致 反反复复复 用他几十年的经验和毕生所学 一次一次反复实验调整 随后成型的 掐菜指的就是去头的豆芽 不需用大火爆炒 只需用热油淋熟 简单回锅 油泼掐菜继承 脆嫩爽口 鲜香回味 这种简单烹调的新技法 正是王毅君的独创 1989年 王毅君的油泼掐菜 茄子鲜味等新菜品 在新加坡大受欢迎 新加坡媒体用异性传威 开怀至极描绘品尝中国菜的体会 就连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 也亲自到访 去到李光耀见我 他说 这个菜做得好脆 嫩 好吃 爽口 做这个菜 他吃得满意好 他这个京都 他是买的什么药膳 我们去到的不是药膳 结合着我们的菜 他在家这个家那个 因为我吃得还很高兴 走的时候 祭祭道谢 品尝过王毅君手艺的中外政要数不胜数 周恩来 邓小平 田中角荣 基辛格 老人至今历历在目 一勺熬制数小时的汤汁 一碗几代人传承的秘制葱油 一罐反复调配的酱料 都见证着王毅君走过的飘香岁月 而今这里的锅碗瓢沉淀淀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刀工火影间传递着历史悠久的智慧 这是一代代中国厨师 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理解与传承 王老啊这一辈子做人方面 包括这个技术方面 要求的都比较严 而且呢他亲力亲为 甭管要求我们做到的东西 他都能够自己主动做到 干一行爱一行 特别是干我们这个行业 就手艺的东西不能走一样 社会反正在这个意证 都不是容易得到的 他得下功夫苦练真功夫这是 建干了这行就爱这行 你要是努力的干没有不成功的 建草碰扎溜的碰的 碰的不能给气 对没有没有电盘 清爽不错 也就你来找没有电盘 对讲 是 对 搞笑 对 对